今集我會帶大家來到新沙洞這裡 買東西 吃東西 看東西 很多東西看 這個是一個中上價地區 但一樣可以找到比較化算的消費價 不一定要買正價貴的 我們一齊現在來看看 今天是來到新沙洞 新沙洞的店舖好像少了很多 沒有以前那麼繁榮和澎湃的店舖 但我發現了一家很棒的店 待會帶大家去看看 來到新沙洞這裡 我竟然去找一間Local的韓國菜來吃 基本上可以說是快餐店 沒什麼特別 但我發現了它有一樣食物叫做 醜白怪紫菜包飯 究竟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我們馬上點回來試試看 這就是傳說中的醜白怪紫菜飯卷 但我看不到它裡面有什麼料 我只看到很多紫菜和芝麻和麻油 散了散了 我吃不到它有餡 不如你拿過來看看 原來有一點豬肉 有一點肉 正常的飯館有很多餡 這個主要是售售芝麻麻油和紫菜 但這個的紫菜很香 當吃飯糰吧 現在來到響赴盛名的一間醬油蟹專門店 有很多香港人可以吃到外面 它有分醬油和辣味 但本公子是不吃沙蟹的 所以我只是介紹大家來吃 我自己是不會吃的 拜拜 拜拜 今天來到新沙洞就下雪 哇 凍當媽媽 然後我們來到這裡 就是林陰堂 這個我沒有辦法逐一介紹 但大家如果來到新沙洞的話 就來這個地區走一下 還可以吃醬油蟹 不過好像我剛剛說的 我是不吃醬油蟹的 所以我介紹不到 那我只能夠去介紹買便宜的衣服 好 出發 接下來我要帶大家來看 A嶺的Outlet 這裡位於林陰堂的小街 它在地爐位置 買的全部都是韓國Local Brand 還要非常多款 很齊色 價錢還非常便宜 一起來看看 這裏有很多衣服 有很多袋子買的 這裏全部都是韓國Local Brand 這個袋子 折了大概是$200-$300 左右 有條帶在裏面 這些是男生女生都適合的 所以可以介紹給大家 然後還有牛仔褲 這條比較普通 不如我們看看一些特別的東西 很多韓的漂亮衣服 這些也是男女適合的 有特色的 還有很多很多 不如過來看看這邊 這裏很大 而且顏色很齊色 順著顏色來排的 全部都有 你看看這個領域 很漂亮 單層披口 喜歡另類特色的東西 可以選這些 還有PIZZA立體 立體的 有些毛毛 還有刺繡的 多少錢 原價呢 應該是5萬多瓦 現在29500瓦 兩塊錢 很便宜 還有這個 PIZZA袋子 接著的2萬4瓦 85元左右 好可愛 可以裝飾 不知裝什麼 不小 三千八角 但是 時裝的人 一直都不夠實用性 這些根本不是我會買的東西 但我要介紹給大家 鋪滿芝士的刺繡 一個小袋子 如果你去派對 去下街 吃個宵夜 帶你下街 挺有型 又好襯衣 再看看 一萬一千五百瓦 七十幾元 好划算 做手信都划算 好了 太多了 介紹不完 你們自己親身過來看看 我要繼續收集 來到韓國吃東西 記得要找一些地道小店 裡面全部都是當地韓國人 一定沒有介紹錯 今天我來到新沙東 吃醬油蟹 但不是你們去那裡吃醬油蟹的區 這裡是在林蔭島旁邊的小街的地道店 主要是吃故鄉餐桌 故鄉飯桌 附餐桌 多到嚇死人 有醬油蟹這件事 我不吃醬油蟹的本身 但來到新沙東 不吃醬油蟹 我怕被觀眾抬抬 我騙飯吃 雖然我真的騙飯吃 但我怎樣也要試一試這個醬油蟹 因為它可以一隻 叫order 二萬五瓦 剛才那些全部都六萬瓦兩隻 那我脆脆的試一下 一隻就夠了 還有心雞湯也是一萬二瓦 一萬二瓦即是七十幾八十一瓦 好像挺划算的 而且是新沙東 新沙東是中上價的 如果你想找一些便宜一點的食物 好像都比較難 所以這間都不錯 還可以坐一坐 這隻腳 多舒服 我還包了腸 待會上菜的時候再告訴你 好不好吃 上菜了 很多醬油蟹的蟹膏 還有很多菜式 這個飯桌套餐 實在太多的配菜了 好吸引 現在來試試好不好吃 剛剛我點了這個 醬油蟹人心雞湯 和飯桌平成 好多的配菜 還有一個大醬湯 還有一碗紅米飯 先來試一下 紅米飯加大醬湯 好不好吃 原來很平衡的麵糞味 很濃味 然後再試一下 人心雞湯 人心雞湯很有趣 裡面有些糯米 有些糯米在這裡 我現在馬上試一些糯米 好嗎 很軟綿綿 糯米浸到 很軟綿 而人心雞湯的深味 它是鮮人心的那種 不是花崎心的那種 乾心的 乾心的那種很濃的味 因為這個是新鮮 人心的味 清淡的 這是新鮮食材 另一發後感 它有整隻雞 很軟綿 很軟綿 絕對不是柴皮 我的雞湯 我吃到停不下去 沒有停個嘴 就要吃醬油蟹 我不入地獄 睡入地獄 很怕吃醬油蟹 所以我就輕微淺嘗 一隻這麼多蟹 然後這個醬油蟹 有很多鍋 我個人就沒吃過醬油蟹 我不知道其他的店舖 多不多高 大家品評一下 但是 我就是不吃開的 我們來試一下 試一下 很鮮甜 鮮到不得了 上天堂 原來挺好吃的 生的蟹糕 我真的第一次吃 再吃蟹肉 也是一樣 試一下 黃糕 我想說韓國的筷子很難拿 我個人比較喜歡吃橫色的 黃色的有些膚 黃色的有些膚 因人體好 這個餐 只不過是7000瓦 那個飯餐 然後醬油蟹 2500瓦 人心雞湯 還抵12000瓦 我想加上這餐 都是 200多元 兩個人 除非每人百多元 吃這麼多東西 真的不錯 大家如果去新沙道的話 可以來這裡試一下 只不過在林蔭道隔離那條街 走到尾 再轉彎 就可以到 如果你想試 又便宜便宜 就過來 來吧 天寒地冬 來到韓國 有什麼好做 當然要去韓正木 韓正木 怎麼說呢 韓正木 好啦 我們去看一下 這裡叫 Dragon Hill 龍山 叫是不是龍山 有很多東西 背著很辛苦 但是這裡很暖 有暖 沐浴更衣的地方 我就帶不到你進去看了 我現在帶你去看其他設施 這裡有一個鹽肉 嘩 熱到媽媽都不認得 一起進去看看 這裡是鹽肉 鹽肉 還是石頭呢 應該是鹽 不是 石頭 吸收一下 吸收一下 好鹽 好鹽 我現在就來買這個 Segge 是不是Segge 不認識 不認識 這個叫做米飯的 做米酒的飯 對 就是這杯 這杯就是做米酒的飯 裡面有很多米 在這裡 試試看你 蔗糖水 挺好喝的 但好甜 蔗糖溝水 然後這個蛋很可愛 這個是沙子黑的蛋 一隻普通雞蛋 還有一隻好像有蜜糖燒焦了的雞蛋 不知道會不會有燒烤味 好不好吃呢 真的不知道 試試看 裡面不是白色蛋來的 有色的 但其實它的蛋是沒有茶葉的 沒有浸過的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是蜜糖色的蛋 它還有一包鹽 用來給你調味的 怕你太淡 怕你太淡 不夠惹味 我試試看 皮蛋的質地 它好像一塊拆膠 它真的有茶葉味 這件事很詭異 它完全是正常雞蛋 為什麼它會有拆膠在裡面 它是不是皮蛋製法 這個 它很明顯是放了很久 這個拆膠 整個凹了下去 我現在先吃雞蛋黃 好吃 很有趣 一隻普通雞蛋 整個拆膠 厲害 再開另外兩個看看 給你們看一下 剛剛開了一隻拆膠的雞蛋 現在讓我看看黑色和啡色是什麼 為什麼又是這樣的 又是這樣 我現在好像在玩扭蛋 這隻都一模一樣 我想味道是一樣 不過有不同 再見 再見 北九州有什麼好玩呢 真的不太知道 已經不太記得了 我已經 我真是暈了 我去看 playback 我先來看看 好久不太快 不太過分 我現在去看 我們去看 全部都不太過分 我們現在看見 我們現在看見 都會不太過分 然後我們去看見 Zither Harp